这个朋友Kinder,他就说想存回货底的 就想买一只823长渣好不好呢?就是零钱 他说会不会跌到60元呢? 不奇怪的,但是你说下到60元那又怎样? 我觉得这段时间的确的,如果你真的有很多现金 完全避过整体跌浪上面 你可以视为是一个收集期 其实你看看几日前的股价都试过60元 可能先走个箱底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很多现金的话 可以去买东西的,但是抱着一个分注吸纳的心态 领占好处就是说有个优势 一手很便宜的,六千多元左右 我猜你都不会突然间所谓的all in 六千多元买下去领占身上吧? 所以如果你在说你的仓可能五六万左右 那你都有条件可以分三四注 在这段时间可能隔一个月 或者他每跌两三元,你扣一扣货,那OK的 就算穿了60元,你都可以继续收集 那我觉得不会说真的有个很深很深的调整在 那当然这些本地相关股份 你起码一定要捱到疫情过去 那疫情见顶了,回落了,派消费券了 大家出街了,有堂食了 才会有起息,而所谓的有起息 其实都是看回到68元至70元左右这些位置 大升浪,不会有的 那纯粹就是求稳定的 所以领占这些位置开始分注吸纳没问题的 那但是你要记住 我们的回报上面不会说特别是乐观 是的,那就留意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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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